在练习太极拳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做到沉肩坠肘和塌腰 这个和我们的松肩沉肘 松胯屈膝 含胸塌腰 这句话就挂上钩了 咱们在练习的时候 最经常咱们老师说 你肩部放松 手肘下沉 腰胯自然放松 这个三个点 把它的关键字取出来 就是松沉 当我们进行松沉的时候 我们的肩关节与我们的肘关节 自然就会往下坠 产生的一种力量感 就是我们身体的自然下坠感 我们太极拳里面所追求的一个沉劲 就是在练拳时候始终要保持的一个尽力 因为沉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放松的力量 同样它也是一种让我们的身体向下走 扎根脚底扎根的一种力量 好 那么我们以懒扎衣为例 如何做到 练拳时 沉肩坠肘 松胯踏腰 打开的时候 你看咱们以定势为例 如果我们不松沉下来 那么咱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 你的肩膀就会因为你推 右手手掌掌根发力时 就会成挑肩架肘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贯穿太极拳里面 所讲的松沉的理念 自然放松 思想放松 那么你的肩膀和你的手肘 以及你的手 自然就会产生一种下坠的力量 此时 维持住咱们所说的中指领进 四指 大指与小指微合 自然并拢 这样形成了太极掌法 和你的肩肘形成一个 像绳子吊着一样 这边吊一个绳 这边放松下坠 产生的自然下垂力 在行拳的过程当中 始终保持着这个理念 那么你的沉肩坠肘就做得很好 那么松胯踏腰 我们以一个正常的公布来为例 松胯踏腰是太极拳里面 最普遍的一个问题 松胯很正常 腹骨勾向内收 同时保证你的膝关节朝向于脚尖方向 踏腰 这个话咱们用一个比较 那种现代话 就叫放松往下坐屁股 就是咱们坐凳子的感觉 咱们坐凳子的时候 都是直接将尾驴放松 直接垂下来 对不对 然后重心慢慢往下走 所以说咱们腰胯 尾驴 放松自然下沉 即是坐到了松胯踏腰的情况 记住踏腰这个地方有一个点 千万不能过 有的人过于的去 为了去寻找那个凳子 然后将臀部上饭的特别厉害 把整个腰踏得很 靠内 就会导致我们的腰间盘向内突出 折叠的特别难受 所以说在我们自然下坐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踏腰感 就是一个垂直放松的自然踏腰 踏腰它并不是用肌肉用力的向内踏 而是你肌肉产生放松时的一种自然向下踏 所以说千万不能向内用劲去顶 这就是我们在练拳时 肩 肘 手 以及咱们的跨腰 这一系列的问题 圣诗太极陪你一起练太极 记得点击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